第2961章人间是 荆州学宫旁叶福天所居住的地方 后院之地有着一片湖泊 湖泊旁有着一棵古树 叶福天此刻正坐在古树下垂吊 这时有鱼上钩 叶福天拉杆 夏清渊在一旁将鱼线接过 将吊上来的鱼放入水桶之中 如此平淡的生活 他却显得格外的开心般 脸上笑容灿烂 对着叶福天道 这条笔之前大 看来有口福了 叶福天笑着道 叶福天继续垂吊 时间一点点过去 不知不觉中 叶福天闭上了眼睛 仿佛睡着了班 夏清渊安静地坐在身边等待着 此时 在距离九州之地无尽遥远的大陆 有一处极为幽近的山谷 这里是群山之间 杳无人烟 雪山环绕中 有着一间小屋 在小屋外 一位先锋到谷的老者坐在那里垂吊 在这里 仿佛世间一切都是安静的 没有人打搅 这时 老者似有所觉 他眉宇间露出了一抹一色 随后在另一时空中 出现了一道同样垂吊的身影 看到这身影 老者的眼眸中露出一抹笑容 先生 那身影含笑点头 对着他微微行礼 这身影赫然乃是四方村的先生 他同样望向对方 笑着道 回来多久了 有些时候了 叶福天回应道 打搅先生雅兴了 无妨 尖生露出了一抹笑容 看了叶福天一眼 此时此刻的叶福天看起来极为平凡 虽然容颜气质依旧出众 但身上没有任何气息 和普通人并没有区别 叶福天已经反复归真 仿佛他只是这天地间的一缕尘埃 云云众生的一缘 毫不起眼 看来 你已进入另一境界了 尖生看向叶福天开口道 晚辈前来打搅 有事请教先生 叶福天开口道 你说 尖生点头回应 尖生说曾经被困于时间之中 最终先生是如何脱离出来的 叶福天对着先生开口问道 自归来之后 他看似每日无事 然而论物系无声 他实则一直都在感悟之中 不过如今的感悟已经和曾经不一样 他已经是化作天道的存在 过往的一些感悟对于他而言没有意义 反倒是当年和人组一战之时 他从人组身上学到了很多 时间一切都将回归本源 你既然无事空间出现在了这里 意味着如今你已经进入到另一境界之中 既掌控天道 又化作自己 当年我能从被困的时空之中走出 只因我感悟了过去是我 现在是我 未来是我 每一个都是真实的我 先生开口说道 叶福天听到先生之言 脑海之中似有一道惊雷 过去是我 现在是我 未来是我 佛门中有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两者似相悖 又似相通 多谢先生 叶福天行礼道 去吧 先生回应一声 一切便又消失不见 仿佛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过般 而此时的叶福天 依旧坐在湖畔钓鱼 双眸紧闭 从始至终 他都不曾动过 叶福天脑海之中 一直都在回荡着先生之言 与此同时 也出现了另一道声音 天道是我 我亦是我 一切皆空 一切又都是真实的存在 时间一天天流逝着 随着世间战争的不断剧烈 战争的范围也开始扩大 平静了数年的世界 仿佛又要掀起乱战 这一天 整个一记之城所笼罩的世界 出现了一股惊人的气息 无边巨大的祭坛似召唤来一股永恒的力量 使之笼罩着这片天地 当那股力量降临世间之时 所有从诸神世界而来的修行修行都感到极为震撼 神主将要降世了 神主降临之时 这世界的战争变也将结束了 诸神世界在一记之城的驻地 那股气息强大到了极点 在祭坛之巅 一行天神身影站在那 目光望向苍穹 为首之人乃是神王存在 他抬头看了一眼 目光似穿透了无垠虚空 感知到了一道道神念的降临 看来你们都在 那神王遥望苍穹开口说道 一道道面孔出现在那 最上空方向有机无道的面孔 其他地方出现了顾东流和佛祖的面孔 他们都盯着这片天地 感知到了威胁之意 七日之后 神主降临 届时你们来此 做出决断 是称臣还是灭亡 神王朗生开口说道 那座祭坛连接着宇宙之外 仿佛有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 不断被召唤而来 苍穹之上的面孔消失不见 天界 天宫之上 盘膝而坐的机无道睁开了眼睛 低头朝着下空看了一眼 他的眼眸穿透了无垠空间 望穿了天地 竟直接看到了那座祭坛 最后 他又抬头看了一眼天 道 我会比他做得更好 你会看到的 荆州城之地 曹家 意识店 曹家掌舵人曹正坐在首位 下方都是曹家的重要人物 曹元也在 他们正在商议一件大事 曹元的婚事 之前曹元提起 想要向花先生的女儿花念与求亲 曹家有些心动 因而在这一天 曹正召集 曹家之人商议这件大事 我认为可行 有人开口说道 如今 我们在 青州学宫的力量已经不少 据说公主对 花丰流非常重视 若是能够促成 这门亲事 我们便将能够 完全掌控青州学宫 而且多出 花丰流为助力 这几年来 花丰流培养出了 不少优秀门生 在未来 也都会成为 青州城的 中流砥柱 恩 我也如此认为 曹元本身也足够优秀 这花念与多半修为不低 和曹元相互匹配 倒是天生一对 又有人开口说道 这件事 对曹家非常有利 在摸清楚 花丰流底细之前 老夫还是持保留态度 有一位老者道 求亲而已 若是拒绝 我们也可以顺便探查 花丰流底细 有人回应道 曹正听到下方之人的议论 终于下定了决心 决断道 既然如此 便在七日后提亲吧 第2962章 平凡人 清晨时分 青州城飘起了雪花 漫天飞雪 将青州城染成了银色的世界 院子里 夜浮天走出来时 便看到了满地白霜 花念雨在院子里堆着雪人 口中还喊着旁边的花姐雨过去帮忙 夏清渊站在一旁浅笑着 看到眼前的画面 夜浮天丝毫感受不到冬日的寒意 只有温馨 那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宁静 只有真正体验过是艰繁华 人是沧桑 再归于平凡 才能真正感悟到这份平凡之美 姐夫 你看像不像 花念雨笑着说道 她堆了三个雪人 中间是男子 两边则是女子 显然是夜浮天 花节雨以及夏清渊三人 你堆的是谁 夜浮天笑着打趣道 花念雨撇了撇嘴 姐夫和姐姐他们的气质 又岂是雪人能够体现出来的 出去走走 看看青州城的雪 夜浮天笑着朝前迈步而行 在白雪矮矮的地面上留下了一个个脚印 花节雨和夏清渊跟随着夜浮天一同迈步而行 走出院落 他们来到了青州雪宫 雪宫中的少年们陆续来了 看到几人行走着都纷纷让出了道路 笑着喊道 夜哥 夜浮天微笑着点头 有冷风吹来 吹动着长发 花节雨走到夜浮天身后将手中的白色大衣给夜浮天披上 夜浮天耸了耸肩 让大衣更好的包裹双肩 夏清渊走到前头给他戏好领子 哇 旁边传来少年们的声音 他们开心的看着夜浮天 眼神中大多都比较清澈淳朴 夜哥还真是羡煞旁人啊 在青州雪宫 夜浮天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英俊潇洒 幽默风趣 喜欢吹牛说大话 一行人远远的离去 有人笑着道 看 普通人有什么不好 夜哥不就是平凡人 但还不是左拥右抱 羡慕 你照照镜子看看自己 有少女鄙视道 顿时那说话之人脸色垮了下来 确实 夜哥的颜值简直无敌了 也难怪 而且 夜哥的气质也不像是普通人吧 虽然没有演化日月手掌星辰那么夸张 但先生叫出来的弟子 怎么会普通 女子继续说道 说着 她的声音小了几分 像是在喃喃低语 说不定 演化日月也是真的呢 你不会 看上夜哥了吧 少年看着那说话的少女道 顿时少女的脸变得有些红 不过 你这颜值在大小姐面前 磕磕 少年的嘴似有些损 这少女虽然青春洋溢 亭亭玉立 但却又怎么可能和花姐与相比 你想死 少女盯着对方道 不说不说 少年继续道 你没看到夜哥出门还要披着大衣吗 显然怕冷 自然是普通人了 而且夜哥的颜值我承认无敌 气质也非凡 但确实像个普通人 你们应该也能看出来吧 或许 夜哥他受了重伤 才会如此 少女道 完了 少年看着他低咕道 沦陷了 他说吧 转身便跑 少女身上有限剑意 朝着他追杀过去 冬日的青州学宫 四显得更加生动了几分 夜福天走出青州学宫 迈步在青州城内 引来不少人侧目 许多人都认识夜福天 也都热情地打着招呼 对花节雨和花面雨也是格外的尊重 整座青州城都覆盖上了一层白雪 一颗颗古书也都化作了银色 分外美丽 夜福天在雪中随意地走动着 他的速度越来越慢 仿佛走一步都需要很久般 花节雨他们安静地站在身后 没有打搅夜福天 甚至 夜福天的身体都仿佛化作了虚幻 似随时可能消散般 夏青渊有些担心地看着夜福天 他怕又出现什么意外 美眸望向身旁的花节雨 却见花节雨摇了摇头 让他不要打搅 他身为要更高一些 知道夜福天这些天实则每天都在顿悟的状态之中 只见夜福天的身体由石化虚 随后又由虚化石 天道是我 我亦是我 夜福天脑海中出现一道声音 他时而气质超凡 犹如神仙人物 时而化作凡夫俗子 没有丝毫气息 最终 他回到了之前的状态之中 似在寻找真我 夜福天眼眸中露出一抹笑容 什么也没有说 而是继续朝前迈步而行 在雪地上留下许多个脚印 有路过之人奇怪的看了夜福天他们一眼 他们刚才是在做什么 似乎有些奇怪 荆州学宫之中非常热闹 雪花依旧飘落而下 少年们也都非常兴奋 在雪中嬉笑打闹着 不过此时 打闹的声音渐渐停下 许多人都愣了下 朝着一处方向望去 随后 这片空间渐渐安静下来 诸人都看向雪地的尽头 那里有一道身穿黑衣的身影 不知何时站在那里 这身影高大魁梧 身上有着超凡之气质 一看便知觉非寻常人物 给人一股霸道之感 他的眼睛锁过之处 凡是看到他眼睛的人都会低头 竟感觉非常紧张 这是谁 诸人心中暗道 这魁梧身影朝着雪宫方向看了一眼 他安静地站在雪地中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般 雪花飘落而下 使得他的黑色长袍染上了白霜 头发也渐渐白了 但他依旧站在风雪之中 迎风矗立 犹如一尊雕像般 没有动过 他在等谁 少年们心中更为好奇了 过了一些时刻 青州雪宫外有人踏着白雪而来 一袭白衣圣雪 英俊无双 正是夜福天 看到那到来的身影 夜福天眼眸中露出一抹灿烂笑颜 朝着对方走去 青州雪宫的少年们看到这一幕心脏微微跳动着 是找夜哥的 莫非 夜哥真的不是平凡之人 你来了 夜福天走到余生身前停下 开口道 恩 余生点头 没有多言 陪我走走 夜福天开口说了声 随后转身迈步 余生陪着夜福天一起 踏着白雪在青州雪宫中漫步而行 在学舍屋檐下 花风流安静地站在那看着眼前的一幕 似曾相识 时光仿佛重合了班 在许多年前 两位少年 便也是如此 一前一后 漫步在青州雪宫 两人走到一棵古树前停下 这里曾是他们在青州雪宫中居住的地方 那时候这里也有一棵树 他们时常靠在树旁休息 夜福天走到树下 随后坐在了雪地上 靠在古树上 余生也随之一起 靠着古树 挨在一起坐着 雪花不断飘落而下 寂静无声 两人都没有说话 只是安静地坐在那 任由雪花飘落在他们身上 谁能想到 此刻静静地坐在这里的两人 他们一位是化身天道的存在 另一位是统御魔界的魔地 第2963章诸神来朝 古树下 雪花中 夜福天和余生的身体被白雪覆盖 只见夜福天闭上了眼睛 脑海中回忆起曾经的一幕幕 少年时期 他便和余生在这里长大 如今又回到了这里 往事历历在目 画作一幅幅画面 这一刻的他仿佛回到了过去 回到了那个时代 那时的他心中还没有太多的忧虑 简单而又快乐 雪花落在夜福天的脸上 他的面容竟流露出淡淡的笑容 这一刻时空仿佛重合了班 他回到了过去 他的容颜似在发生变化 他的气质也在发生变化 不过随后又变了回去 他身体时而虚幻 时而真实 不过这些微妙的变化并不显眼 无人察觉 夜福天的嘴角流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他懂了 过去 现在 他是天道 也是自己 过去是他 现在亦是他 荆州雪宫 花蜂流也站在雪地上 抬头看着那满天飞雪 这时 远处有一道身影踏着白雪而来 这身影勾搂着身躯 显得有些苍茫 花蜂流目光缓缓转过 看向那老者 他浪了下 像是有些不太相信般 怎么回事 花蜂流心中暗道 怎么会出现幻觉 那老者也站在雪地中停下 正含笑望着他 太真实了 花蜂流恰了下自己 老者依旧站在雪中 顿时花蜂流颤抖着声音喊道 老师 恩 老人笑着点了点头 吃宫 花结雨也走到这边 看向老者 同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老人露出了一抹慈祥的笑容 看向花蜂流和花结雨 花念雨则是有些疑惑 他不认识老人 爹什么时候有个老师了 您 花蜂流依旧不太敢相信 只见老者目光转过 望向夜福天所在的方向 只见夜福天依旧安静地坐在远处古树下 花蜂流和花结雨也望向那边 顿时明白了过来 他们内心极为震撼 但他们的脸上 却露出了无比灿烂的笑颜 甚至 有泪水滑落而下 他们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一切 都将过去 与此同时 在一记之城中 一股恐怖的力量笼罩着整座城池 无边之地 出现了一张巨大面孔 天界之地 积无道目光穿透虚空 盯着下空之地 天欲神庭 黑暗世界 佛界等各方强者汇聚 以一记之城为中心 东皇帝渊身为神州之主 他也到了 率领神州大军降临 今日之战 有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战 但他们都将以鲜血为誓言 守护他所创造的世界 一股肃杀之意笼罩着世界 一记之城的大军已经出发 战争即将爆发 帝渊 一道声音传来 东皇帝渊一愣 回过头看向那出现的身影 内心剧烈地颤抖着 东皇帝宫的强者无不震撼 看着那归来之人 父亲 东皇帝渊颤抖着声音 这怎么可能 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父亲归来参战 东皇大帝寒笑说道 荆州学宫 古树下 余生睁开眼睛抬头看天 战争开始了 看了一眼身旁的叶福天 见他身上气息依旧有着微妙变化 每时每刻都似乎不一样 余生没有打脚 他知道叶福天在顿悟 这时 荆州学宫中想起了巨大的动静 有人踏马而来 荆州学宫的上空之地 由妖兽遇空而行 阵仗极大 学宫之内也出现了许多修行之人 他们都朝着同音方向而去 曹家曹正前来拜访 一道声音从学宫外传来 绝宫中的修行之人都走了出来 学宫外青州城的人也都来到了学宫外 他们都感觉今天有些不同寻常 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 曹家踏马入学宫 怕是为了曹元 曹元对花念与有想法在青州城并非是什么秘密 曹家强者一步步走入学宫中 他们走向了花枫流这边 青州学宫的一些长者也陪同一道而来 含笑走向花枫流 看到这一幕花枫流皱了皱眉 曹家还真敢来 青州学宫的公主在花枫流后面不远处 他看着这边的一切 唯有阻止 他知道根本不需要他 曹家崛起之后成为青州城第一家族 如今确实有些嚣张啊 只是他们是真不知这天有多高 今天或许就会知道了 先生曹正和曹元走到花枫流身前微微行礼 随后只听曹正开口道 全子曹元对二小姐心仪已久 因而今日特意前来提亲 若这小子能够成为先生女婿 乃是曹家之福 回去吧 花枫流平静回应道 像是直接泼了一盆冷水 曹正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花枫流连客套话都没有 直接回应了三个字 回去吧 甚至 他没有正眼看一眼曹元 先生 我而天赋不凡在青州城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曹正继续开口说道 先生曹元乃是年轻一代代佼佼者 的确和二小姐颇为般配 旁边青州学宫一些长者也开口劝说道 滚 这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 远处于生的目光隔空望向这边 曹正等人目光转过 望向于生 眉头微皱 但于生那一道眼神却是极其可怕 似有一股无上威严之气概 霸道至极 无人感知是他的眼睛 这让曹正感觉有些屈辱 他竟然低头回避了 你是什么东西 曹家之事 何时轮到你来说话 这时 曹元冰冷的呵斥一声 出声牛犊不怕虎 心中目一大盛 他前来提亲 竟然遭到羞辱 周围的空气温度骤然下降 余生扫了他一眼 只见这时 靠在树上的夜幅天睁开了眼睛 余生 夜幅天喊了一声 余生这才收敛气息 看向夜幅天 夜幅天踏着白雪往前走去 他先是走到秦老身前 躬身行礼 徒孙剑驳施工 秦老上前拖着夜幅天的身子 道 幅天 不可 施工 应该的 夜幅天微笑着道 秦老这才点头 心中涌现无上自豪感 曹家之人都被晾着 都皱着眉头 曹元更是极为不悦 今日他来提亲 怎么主角似乎是夜幅天 夜幅天目光转过 望向曹元 开口道 回去吧 你算什么东西 曹元冰冷回应道 周围的气氛都有些古怪 学地中 青州学宫的弟子也都看向这边 有人有些担心夜幅天 夜哥会有危险吗 曹家可是青州城最厉害的家族 我算什么东西 夜幅天笑了笑 抬头看天 开口道 我回来了 他幻音落下的那一刹那 距离此地极其遥远的地方 一记之城的战场 一道声音响彻天地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一道道声音在天地间回响 所有人都听到了这声音 顿时天域神庭 神州等地的修行之人都露出狂喜之色 神色无比震撼 下一刻 天地郁郁恐怖气息 降下灭石般的神结 这无数道节光同时垂落而下 战场之中 那些参战的外来入侵之人被神结直接诛杀 刹那间 不知多少人与命 而青州学宫之地 诸人疑惑不解 不知夜幅天这句话是对谁所说 不过下一刻 苍穹之上 天开了 空 一道神光自天外而来 降落而下 直接落在了青州城的上空 空 空 随后 无数道神光同时降临 青州城上空的天打开了 霞光万丈 从天外落下 环绕着这座城池的上空之地 一股浩荡神威从天外而来 这一刹那 整座青州城的人都走了出来 他们心脏无不剧烈跳动着 神迹 一道道身影跪在了地上 对着苍穹叩手 那是神威 这是天神要降临吗 伴随着那些神光落下 一尊尊天神身影伴随神光出现 每一人都是俯瞰天地的神 青州城无数人都跪地朝拜 他们这是看到了什么 漫天仙神 曹家的强者心脏也同样剧烈的颤抖着 青州学宫中 学宫弟子和曹家强者无不震撼莫名 天神将士 更震撼的是 他们只感觉 漫天仙神的目光 都落在了青州学宫 天地 只见漫天仙神低头 对着青州学宫的方位行礼 这一刻青州城之人朝拜诸神 然而诸神降临 他们 同样是前来朝拜 第2964章是兼第一强者 天地 诸神来朝 这一刻 青州学宫之内一片死寂 那些少年们看着上空的一尊尊天神 这些人 都是传说中的人物 如今他们前来朝拜天地 天地是谁 这些人的目光 都落在青州学宫 落在夜伏天的身上 赤夜哥 他们心脏剧烈地跳动着 爱吹牛说大话的夜哥 天地 曹家强者都猛了 他们呆滞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刚才夜伏天对着天说了句 我回来了 随后 苍穹降下漫天神光 诸神降临 前来朝拜 神光依旧 陆续有天神降落 有一些魔界的强者 他们看到余生在 公身行礼 参见魔地 参见魔地 其他不少大地人物也都对着余生行礼 余生是这世界的守护神 夜伏天不在的这几年 一直是余生威慑着天界和诸天世界 魔地 曹元脸色煞白 刚才 他对余生说 你是什么东西 余生没有回应 他安静地站在夜伏天的身后 许多年前 在青州学宫 他们兄弟二人 便也是如此 师尊 方寸 铁头四人从头而将 落在青州学宫 他们看到夜伏天归来 都无比激动 大地 天神人物 尊称夜伏天为师尊 恩 夜伏天微笑着点头 目光环视周围天地 开口道 都还好吗 一直都在等您归来 紫微地宫那边 几位大地人物攻身行礼 臣天尊道 终于 叛到了这一天 辛苦了 夜伏天 又看向佛祖等强者 道 佛祖 佛门诸佛 参见天地 佛祖也攻身行礼 虽然他是夜伏天的长辈 但夜伏天深化天道 那一战 他牺牲自己拯救了世间 无论是谁见到夜伏天 都应该行礼 他也一样 见过天地 诸佛纷纷攻身行礼 都是发自内心 故东流帅天域神庭之人 参见天地 故东流声音肃目 他站在另一方位 同样攻身行礼 东皇帝渊律神州修行之人 参见天地 一道道声音此起彼伏 震颤于天地之间 荆州城的人已经麻木了 他们看到了什么 曹家之人 早已惊吓得贪软在地 曹元更是身体颤抖不止 夜伏天 天地 受诸神朝拜 先生没有吹牛 荆州城的少年们脑海中出现一缕念头 先生说 他的弟子 能够演化日月 口吐神雷 先生他没有吹牛 夜哥也没有吹牛 他们喃喃低语 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是在做梦吗 好像不是 我就知道 夜哥不是平凡人 一直信任夜伏天的少女 敬抹了抹眼泪 不仅不是平凡人 还是天地 轰隆隆 恐怖的气息降临 苍穹之上出现一个空隆 恐怖的漩涡出现 在天的另一头 出现了天界 在那里有着天界诸强者 而为首之人 坐在天界天庭神座之上 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 仿佛是主宰世间的神 这人是谁 荆州城的人心脏跳动着 那人犹如九天之主 神威待世 他坐在神座之上 诸神都要朝拜 这是何等的强大的存在 没想到你还能回来 神座之上 纪无道目光直接穿透了无垠虚空 他低头看着夜伏天开口说道 有些意外 夜伏天抬头看了纪无道一眼 这些年 纪无道所做的一切 他也都知道杀死了秦一二人 统治了天界 但他却并未打开杀界 同样抵御诸神世界的强者 倒也算是有些风骨 纪无道 你为了什么 夜伏天问道 纪无道 听到夜伏天之言 青州城的人无不震撼 尤其是青州学宫的那些弟子 他们虽然对于外界不是那么熟悉 但是 纪无道之名却是无人不知 只因为 他是世间第一人 传说中 这世间最强大的存在 青州学宫少年们玩笑中 便是想要成为鸡无道 或者拜入鸡无道的门下 如今 传说中的人 出现了 就在他们面前 而且 他和夜哥认识 为了什么 鸡无道难难低语 他也在问自己 随后笑了笑 求道问长生 我早已做到 不死不灭 与天地同寿 与日月同灰 你要问我为了什么 大概是心中的执念吧 我只是想让他看到 我可以比你做得更好 何苦 夜福天回应一声 我会斩断你的地路 让你跌落地境 从此以后 做个寻常修行之人吧 荆州学宫雪地之上 夜福天的声音无比平静 仿佛只是在说一件极为寻常的事情 然而诸人心脏却剧烈跳动不止 那可是鸡无道 世间第一人 夜福天 要斩他地路 这时间 谁敢有如此狂言 只见这时 既无道从神座之上起身 他眼神极其可怕 低头朝着下空 夜福天看了一眼 刹那间 九天神剑垂落而下 刹那间 无数天地之剑邪无上神威穿梭虚空而来 带着无上天地神威 诸向荆州城所在之地 夜福天抬头看了一眼 顿时 那些神剑直接化作虚无 只一眼 便都消失了 看来你比当年化身天道之时还要更强 既无道看相夜福天 道 不过 你当年并未完全杀死人组 在他想要逃离之时 我将他吞噬掉了 夜化为己用 如今 本作才是当事第一 他脚步迈步而出 往前走了一步 道 所以 哪怕你深化天道 我亦能败 这声音响彻天地 无边霸道 他幻音落下的那一刻 手掌伸出 直接化作恐怖的黑洞 顿时这黑洞疯狂扩大 刹那间 黑洞之力笼罩无垠世界 世间一切都在颤抖 轰隆隆 哪怕相隔无尽遥远的距离 九州之地也同样感受到了那股恐怖的黑洞风暴 世间一切都肆要坍塌毁灭 被吞噬 进入黑洞之中 你若为天道 我便吞天 鸡无道朗声开口说道 一道道黑洞神光直冲云霄 顿时整个世间都在颤抖 无数人都为之大害 世间第一人 鸡无道 黑色的闪电击穿一方方天 天道都要为之颤抖 叶浮天抬头看了一眼 他意念一动 顿时世间一切都仿佛静止了下来 包括那毁灭的黑色闪电 还有那要吞噬天道的恐怖漩涡 时空 玻璃 叶浮天口中吐出一道声音 顿时机无道的攻击和世人所在的 仿佛已经不在同一片时空了 时空错位 随后 便见叶浮天抬手一指 一道指光刺向黑洞之中 伴随着一道强光绽放 刹那间 世间一切都归于寂灭 时空坍塌破碎 进入到惊骇地看着这一切 当时空归位之时 他所释放的毁灭力量已经消失不见 他的道被摧毁 噗 一口鲜血涂出 金无道闷哼 脸色惨白 身上的气息在不断衰落 金无道 此生不得入地境 叶浮天开口说道 他一言 便是天之神欲 荆州城之人看着苍穹之上 那位高高在上 天界的王者 世间第一强者 被已指断了地路 第2965章一枪 浩瀚天地间 无数道神光垂落而下 天庭诸神站在苍穹之上 世间第一强者 基无道居中 眼前的画面对于世人有着极强的冲击力 那可是世间第一人 最强的存在 然而被一指 断了地路 他 回来了 曾经立战人组 化身天道的天地 归来一战 已是无敌 问世间 水主沉浮 天庭一片寂静 那些背叛叶浮天追随基无道的强者脸色苍白 难看至极 谁能想到 他还能够回来 并且变得更强 正如基无道所言 他已吞噬人组 之前他一面一动 便要吞天道 如今的基无道 哪怕是人组再生 他也不拒 然而 却承受不起叶浮天意志 天庭之上 基无道忽然间笑了 笑得有些凄凉 他低头看向下空青州城的叶浮天 他安静地站在雪地上 就站在那一直斩断他地路 这是何等的讽刺 六地时代 我虽有盖世之词 却依旧低调隐忍 直到后来 陆地 我欲重整天界 实现他的理想 为他复仇 然而 却还有你在 你才是他的选择 既无道像是在自言自语 道 天道之战 你化身天道牺牲 我对你也算是心存敬意 因而没有对其他人斩尽杀绝 我以为 接下来会是我的时代 哪怕是人祖再生 我依旧不惧 哪怕终神神主将是 唯一认为能够一战 成为这天下救世主 然而 世间从来都不需要我 既无道此言四充满了自嘲之意 他选中的人不是他 这天下 同样不需要他 既然世间有你 为何还要有我 既无道像问道 为何 既然世间不需要我 我为何还要留恋世间 既无道抬头看天 发出一道叹息之声 幻音落下 他又看向夜福天 道 即便是死 我依旧是战死 我既无道 不需怜悯 幻音落下 他身体朝下空而去 似要穿过时空 朝着夜福天杀去 夜福天抬头看了他一眼 知道既无道一心求死 好 夜福天幻音落下 再次朝天一指 这一指落下 直接穿透了既无道的身体 刹那间 鸡无道的身体变得虚幻 消散于天地之间 看到鸡无道陨落 无数人心中感慨 鸡无道自寄寄无名道天下文明 再到两次登天地之位 他的一生 也算是颇具传奇色彩了 然而正如他所言 世间既有夜福天 为何又要有他鸡无道 若无夜福天 或许鸡无道能成为一代枭雄 可惜 没有如果 那短暂的世间第一人 自此与灭 求天地宽恕 苍穹之上 天界诸强者 恭身行礼 请求宽恕 黑白无极大天尊 单膝跪地 如今夜福天 只要一道意念 便能置他们于死地 既无道都被诛杀 他们 还有何反抗之力 你们曾追随于既无道 我消失之后 你们再追随他 也无可厚非 然而 天界何各方开战 你们手中却也染上了 各界修行之人的鲜血 他们 都曾是我的追随者 夜福天看向天界诸人 而且 你们中许多人能够正道 本身也是因我所赐 既如此 废除你们的道 从此做个普通人吧 夜福天 话音落下 苍穹之上降下一道道光 直接落在天庭诸强者身上 不夺他们的道 以示惩罚 那些人一个个脸色惨白如指 我不后悔我的选择 自大天王中的神塔天王 看向夜福天道 当年 即便不肯归顺 我依旧还是死 为何我们没有选择生的资格 夜福天淡默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闭上眼睛 一念一动间 天庭之上 陆续有一道道身影凭空出现 秦帝和书神赫然都在 还有那些被清洗杀死掉的天界强者 甚至 那些曾被夜福天标记过 但战死的修行之人 也都出现在了天界之上 天帝 诸人归来之后 同时对着夜福天躬身行礼 内心的震撼无以复加 秦帝和书神同样露出笑容 少主终于登顶 人祖当年能够做到的 夜福天已经完完全全地超越了他 直接让诸人复生 无论是否失地 你当然有选择的资格 但也同样要接受结果 夜福天开口说到 这一刻 神塔天王以及其他人都面如死灰 内心狠狠地冲触着 他们 竟死而复生 当年天道之战 我曾许诺过诸江 诸江为天地而战 为世间免遭劫难而战 不惜一死 若此战胜利 诸位将执掌世间秩序者 如今 我将践行我的承诺 赐诸君帝禄 夜福天话音落下 天降神光 落在诸强者身上 宛若地韵加持 这 世人看到这一幕无不震撼 祥瑞之光蒙罩苍穹 降下神光 那些修行之人沐浴神光之下 都闭目感悟 夜福天 赐予他们地露 他们 都是当年参战者 如今夜福天践行承诺 封神 曾经 那些选择离开天庭的修行之人 看到眼前的一切 都感觉一阵心痛 无比后悔 他们离开之后 便利经大劫 在此劫下 甚至有不少人死于那场劫难之中 他们 将永远不会有机会复活了 这一切 只因为一个选择 夜福天目光又望向了一记之城 诸神世界的入侵者 那里出现了一道恐怖气息 乃是诸神世界的神主意识降临 你既正到这一步 那么这一世界 依旧属于你 那声音开口说道 响彻于天地之间 你们说来便来 想走便走 夜福天扫了对方一眼 意念一动间 苍穹之上 垂落无数神光 直接笼罩一记之城 将所有入侵之人都覆盖其中 他既是天道 多年以前本作便说过 入侵之人 杀无赦 夜福天目光扫向那些人 感受到那股天威 所有人都露出恐慌的神色 哪怕是神王级别的存在 也感受到了死亡威胁 如今的夜福天 不可敌 这是完完全全属于他的世界 杀 夜福天幻音落下 天道降下灭食之劫 落在入侵之人身上 扑扑扑 灭食神节落下 一道道身影直接湮灭陨落 被瞬间杀死 无人能够抵挡 哪怕是神王级别的存在 依旧也只是挣扎了下 随后便与灭当场 你放肆 一道声音响彻天地间 诸神世界的神主面孔盯着夜福天 夜福天 竟然诛杀所有入侵之人 那些人都是他的属下 放肆 夜福天意念一动 顿时对方所在的那片时空坍塌破碎 他的身影直接出现在了一技之城 顿时那张巨大的面孔疯狂扭曲破碎 他脸色难堪 没想到这次入侵 竟然遇到如此难缠之人 入侵其他世界最大的危险便在乎 在对方的世界 对方可能会拥有绝对掌控权 这里的一切秩序都遵循对方所制定的规则 因而他先派遣强者前来探路 但没想到 遇到了夜福天后会有期 诸神世界的神主冰冷开口说道 坍塌破碎的空间中有一道意识离开 顺着那祭坛所在的方位 破开这片天朝着他的宇宙世界而去 夜福天站在那朝着那里看了一眼 意念一动顿时横跨无垠空间 锁定了一处方位 嗯诸神世界一座神殿之中 神主目光睁开朝着夜福天所在的世界看了一眼 他竟然被追踪了 一记之城 夜福天汇聚诸天神力 手中出现一柄枪 顺着那宇宙通道刺出 那是对方降临之时所用的通道 通道的尽头 诸神世界 一道惊天巨响声传出 一方宇宙世界猛烈的震荡了下 随后在时空破碎 宇宙坍塌 那里出现了一片时空黑洞 吞噬一切 时空 湮灭 这一刻 诸神世界在颤抖 夜福天目光升回 一记之城中的一切恢复如常 通道关闭 夜福天的身影回到了青州雪宫中 然而那超越时空的一枪 让诸人心中的震撼久久无法平息 这是 修行的终极之境吗 诸天世界的神主 依旧只是一枪 第2966章中 天道之下 无数修行之人矗立于天地之间 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无不热血沸腾 天地归来一战 世间在无敌手 恭迎天地回归 苍穹之上 有一道声音响彻虚空 恭迎天地回归 只听一道道声音此起彼伏 天地震荡 荆州学宫中 曹家一家早已是匍匐在地 不敢抬头 身体都在不停地颤抖着 他们只感觉眼前的一切有些不真实 这太梦幻了 他们得罪之人 尽是天地 然而 夜福天却根本不曾看他们一眼 恭喜 这时一道声音传来 先生的身影出现在上空 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先生含笑说道 先生 夜福天对着先生微微行礼 道 多亏了先生指点 才有所顿悟 不必谦虚 你已超越我之境界了 先生开口道 如今 我已想请教下 你对过去和现在的感悟 是怎样的形态 先生教我 过去是我 现在是我 我做到了 夜福天回应道 在过去我所存在的每一个时空 我都是我 但你并没有改变过去的秩序 只是救下了一些人 先生道 嗯 若是改变过去的一些秩序 阻挡事情发生 恐怕未来的走向便也会不一样 现在是否是现在 便也是未知之数了 因而我并未影响过去的一切 只是带了一些人 并且从过去重新开始修行感悟 夜福天道 难怪了 先生点头 这意味着 你一招顿悟 便能够在时空中循环 拥有无穷修行时间 以至于一招顿悟 便堪破修行之极 超越了时空 正是如此 夜福天点头道 在他顿悟的那一刻 刹那便是永恒 弹指之间 他已不知修行了多少年岁月 过去的每一个时间节点 都是他 都在感悟 最后那些感悟 都来到了现在 规矩在一起 成为此时此刻的他 我虽不知道宇宙世界是否也是无穷之数 但如今你的境界 绝对是宇宙世界之主中的超凡存在了 而且还会越来越强 先生道 归为八 你化身天道 如今又有真身 可彻彻底底的执掌世间秩序 上古天道崩塌 那时的天道 都未有过真身 如今夜福天的境界 前无古人 后难有来者 我虽化身天道 但守护世间之人并非只我一人 如今 这世间也当由诸人共同执掌 夜福天开口道 他看了一眼苍穹之上 顿时天地间出现了一条通往苍穹之上的金色天梯 夜福天迈步朝前 他踏着雪花 走上了天梯 一步步往上 这一刻 在各方世界的修行之人进阶抬头看向那天梯 所有人都能够看到 无论你身处何方 都一样 仿佛那天梯 就在眼前 整个世间 共同观礼 夜歌 荆州学宫的少年喊了一声 他们目视着夜福天走上天梯 神圣无比的祥瑞之光猛罩着他的身体 许多少年竟然眼中有泪 并非是难受 而是激动 那是他们夜歌天地当时第一诸神朝拜众生观礼 他们曾经和夜歌在一起玩耍 他们曾经和夜歌一起打闹 他们曾经听着夜歌吹牛 夜福天一步步往上而行 下空之地 花节雨和下清渊也流泪了 不过却是喜悦的泪水 他们知道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夜福天所受的苦难终于了结 眼前的一切有多荣耀 这一路走来便有多难 多少次历劫 多少次生死一线间 能够活着走到今天 真的不易 如今 他终于登顶 站在至上 世人进阶需要仰望他的存在 没有人 再敢高高在上 没有人 再敢俯瞰他 更没有人 敢以骄傲的姿态蔑视他 那些过往的屈辱 都已逝去 此时此刻 唯有荣耀 你们还在等什么 夜福天回过头 看向下空花节雨和下清渊笑着伸出手道 两人依旧流着泪 相互对视一眼 随后拉着对方的手 朝着天梯走去 一步步往上 跟在夜福天身后 江云落下 为他二人织成了无比绚丽的衣衫 凤冠霞配 爱是风华 看到这一幕的花风流和夏皇也都是老泪纵横 夏皇不知何时走到了花风流身边 重重地拍打了下他的肩膀 花风流看着他 两个老家伙相视一笑 一切都直了 夏皇看着女儿的身影道 天帝 以后就是我女婿了 夏皇将打湿的眼角抹干来 有些得意的道 另一处方向 神州诸强者站在一起 此时 神州许多修行之人都看向东皇帝渊 只见东皇帝渊美眸中流露出灿烂的笑颜 那笑容是如此的真诚 高兴 他从小就知道夜福天背负着的命运 十六岁那年 他第一次见到了他 那是宿命的安排 他知道夜福天所经历的一切 如今终于修成正果 他发自内心的高兴 你还能笑得出来 东皇大帝看向东皇帝渊道 父亲 东皇帝渊笑看着东皇大帝喊道 唉 看到他眉心眉肺的笑容 东皇大帝叹息了一声 你知道 那本该是属于 父亲 东皇帝渊打断他的话 道 已经很好了 东皇大帝一愣 随后点了点头 道 是啊 已经很好了 夜福天继续朝天梯之上而行 他步伐不快 一念一动间 只见在东皇大帝身旁 出现了一道身影 看到这身影 之时东皇大帝一愣 随后露出一抹豪迈笑容 走上前去 和那出现的身影拥抱在一起 回来了 东皇大帝道 福天为我重塑了肉身 夜亲弟开口道 他从过去而来 从青州成天腰山而来 在那里 是他唯一一次见到夜福天 也正是从那里 夜福天将他带回来了 我们成功了 东皇大帝感慨道 嗯 成功了 夜亲弟同样感慨万千 两人分开 夜亲弟看向东皇帝渊 只见东皇帝渊美眸泛红 看着他 喊道 父亲 夜亲弟走上前 轻轻地拥抱着东皇帝渊 道 帝渊 父亲对不起你 东皇大帝以及夜亲弟为世间 大义不惜牺牲自我 封其二人东方神王 同于东方诸神 掌管神州秩序 天梯之上 一道声音传来 霞光落在东皇大帝和夜亲弟的身上 两人受封 东方神王 同于东方诸神 恭贺神王 有人攻身行礼 顿时一道道身影同时攻身 朝着东皇大帝和夜亲弟行礼拜见 声音响彻天地 佛祖心系众生之命运 律诸佛参战 万佛之祖依旧掌管西方 为西方神王 坐镇灵山 统律诸佛 受功德今生 不死不灭 夜福天幻音落下 无穷金色神光垂落而下 落在万佛之祖身躯之上 为其速功德今生 乌弥陀佛 佛祖沐浴神光之下 感受到如今夜福天的境界有多强 心中颇为感慨 难怪强如机无道 被一直斩断地路 他所住的功德今生 恐怕石碑于他自身的力量都打破不了 封紫薇大帝为北方神王 执掌紫薇地公 统御北方诸神 夜福天继续开口道 在紫薇地公诸强者身前 紫薇大帝的身影出现在了那里 故东流为天狱神王 执掌天狱神庭 统御中部诸神 此神夜清瑶 为南方神王 统御南方诸神 执掌黑暗神庭 协地和黑暗神君最后时刻醒悟 协地可继续执掌空神界 黑暗神君封地光明大陆 传道 封尘义为光明之神 可住光明神殿 封锡持遥为羽神 可住于神殿 封方寸 小林 铁头 多余为四方大地 可住四方神殿 一道道声音自天梯之上传出 响彻于天地之间 这一日 天地也伏天于天梯之上封神 漫天神灰洒落而下 笼罩无垠天地 看着那一个各备封神的存在 世间修行之人无不仰慕 他们看着夜伏天的背影 只见他一步步走向最高处 转过身 看向世人道 如今 世间恢复诸神时代 由诸神掌管世间秩序 并向世间传道 我不会干涉世间一切秩序 这世间 由诸神共同执掌 诸神时代 归来 夜伏天 他竟然不准备执掌世间秩序 封神之后 他要归隐吗 无数道目光望向天梯之上的身影 霞光落在他的身上 是如此的神圣 这一幕 烙印在了世人的脑海之中 恐怕永远无法忘记了 福天历二十年 青州城 一老一少走在青州城的街道之上 听到老者讲完天地的故事 少年依旧感觉意犹未尽 他们青州城 走出过神 至上的神 爷爷 封神之后 天地去了哪里 少年开口问道 如今这世间 已经没有天地的消息了 封神之后 天地将世间秩序交由诸神来执掌 从此以后便销声匿迹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何处 有人说天地带着妻子隐居了 变幻容貌过着凡人的生活 也有人说天地去了其他宇宙世界征战 如今已经统治了许多宇宙世界 老者牵着孙儿道 至今回想起那一天 依旧历历在目 仿佛就在昨日 当然 即便没有听到的消息 但天地他依旧无处不在 这片天便是天地所化 老人看向苍穹开口道 那神舟的公主呢 他一定也很喜欢天地吧 有没有嫁给天地 少年问道 这也是世人都想要知道的答案啊 老者叹了口气道 地渊公主 当然也很喜欢天地 那可是天地 天地让诸神执掌世间秩序 那么以后这世间 是否会没有争斗 少年问道 可是在青州学宫中 为何还是时常有争锋 有人的地方 便有恩怨 无论是人 还是神 老人道 全书完 全书完